最近,我都不是特意的,不过意开了两条片。 这两条片都有一个共通的特征, 就是由一位神父做尼撒, 就是录影的。 两位都是七十多岁的神父,香港的。 两位都是我认识的,而且两位都是我最敬佩的神父。 在香港的神职人员,差不多可以说, 刚巧我认识他们,我是很敬佩他们, 或者因为我敬佩他们,我才会长期跟他们做朋友。 我看了两条片,是觉得很不舒服。 为什么呢?他们两位都表现出随随老耳这种状态。 老年纪大功能退化,你的样子会不同。 譬如你的根宿,譬如多奏文,譬如驼背, 通常灵気大都是这样。 但是我不是说这些, 又是由他的能量和神态我看到, 他们是仓老,他们是虚弱, 他们是一种收工的状态。 就是日落如飞的感觉。 就是我很祝福他们。 但是我的描述是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他们经常都说, 衰老是一种心理,不是生理的状态。 You are as old as your thoughts。 你觉得自己有多老,就是有多老。 我就觉得这两位神父, 现在是在一个很艰难的处境之下, 又没有钱, 又是做不到自己做的事。 尤其是是硬行折异, 没有了些拍档, 一个一个走光。 你说香港还有其他年轻的神父? 但是现在教会真是四面坐歌。 内地几多教堂被人拆十字架。 现在香港什么国安教育, 什么国安法这些动静得久, 越来越不敢说话, 越来越不可以说话, 越来越难以表达自己想分享的事。 全教更加不用说话。 所以这两位神父, 我看到这都很深谱。 就是如果讲兴奋的方面, 我觉得香港的教会, 现在是这么艰难的时候, 有这一位领导, 这位周主教, 真的是天主的祝福。 我不认识这位新主教, 我没见过他的人, 但是由各方面的报导, 由我看到他的录影, 我觉得他是一位很有魄力, 很值得尊敬的领导, 祝福香港天主教会, 尤其是在现在香港天主教会, 就说要扮演角色, 把梵蒂江和北京修和这个过程里面去帮忙。 我很相信, 很多事在桌底里, 是进行着的, 我们等待其职, 天主会安排所有好的东西。 我更加祝福这两位神父, 努而离坚, 更加继续发光发热。 在最黑暗的时候, 一支蜡烛是最光, 最能够做出很大价值的东西。 祝福大家, 多谢大家, 天主保佑。 。